小心 小心一点 不好意思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上班 我在颜格上班 今天第一天 这么巧 怎么拿了这么多衣服呀 这对我来说算少的了 这是你的包啊 真好看啊你这个包 谢谢 这是我自己手工做的 手工做的 喜欢吗 送给你了 不用不用不用 你太厉害了吧 这么复杂的工艺 都能做出来 这是你们查看的 最新设计吗 对 这个面料 你知道这个面料啊 这个面料是1945年的时候 由法国印制而出的 当时都用作军用物资 后来在巴黎时装周上 被设计成了女装 轰动了全球呢 还有啊 谢谢 这件我知道 当年张千初使西域 带去了中原文化 而且还把丝绸技术 带到了中亚国家 这上面的印花呢 就很有早期中原文化特色 这应该是当时中亚国家 受到了中原文化影响后的产物 真没想到 你对布料还挺有研究的呀 没有你了解 其实之前出国的时候 我学的不止设计 对 还研究了一些布料 你出国了 差不多在十年之前 怪不得从那以后 我就没见过你 你 经过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现在有点事 我下回再跟你聊啊 对了 你还记不记得 十年前有一个 想学设计的女孩啊 十年前的事情 我记不太清了 但我现在遇到一个 遇到这个傲娇会真太倒霉了 你 应该想法 让开 主编 你可不可以多分配给我一些 跟设计有关的工作 我真的很想成为一名设计师 谢谢 这要让你去拿五文灵啊 我是想多接触一些 跟设计有关的东西 而不是做这些杂事 做什么 杂 杂事 你主编我主编啊 当然您是主编了 那就照我说理去做 谁把垃圾桶放来这边啊 收拾干净 陆星成 我就是要做设计师 我一定要做设计师 奥林密克 这是这一期的样稿 看完给我感想 好 早说嘛 吓死我 您好 我找一下设计部的童小悠 你是洛言之吗 就是那个跟童小悠 一起参加比赛的那个设计师 嗨 真的是你啊 你好帅啊 谢谢 那 辛苦 童小悠她现在不在我们公司设计部了 她现在是我们公司主编办职位最小的那个助理 助理 嗯 那 辛苦 好 童小悠在公司吗 她出去办事了应该马上就回来 好 那 我等她一会儿 嗯 谢谢你 好帅啊 好 洛言之 你怎么来我们公司了 跟我们杂志社友合作 怎么可能 我来肯定是为了你啊 为了我 为了我 我刚刚听说 你已经成了陆星成最小的助理了 对 我想跟着她学点东西 那 这个可能现在很适合你 记得回去好好看 什么样啊这是 是 头发 乱了 这是什么 这是主编让你整理的资料 这么多 今天晚上就得交给她 有这么剥削人的吗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你可以去找她提呀 我要是敢找她 我不早说了 你知道 有多少人想看到这些资料吗 有多少人想为我们的主编服务吗 这是你的荣幸 谁稀罕啊 我现在可是块香补补 来啦 来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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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 这些是你要的布料 这个是大家的工作总结 这个是你要的素材 我都整理好了 你要是困的话 可以抽自己两巴掌 把那些拿过来给我看 主编 你都不会累吗 像你这种一天工作不到八个小时 就会累的应该是还没进化好的人 又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天赋异弊 那你凭什么想当设计师 我没有天赋 可是我也是有目标的 会实现的叫做目标 不会实现的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白日梦 那如果我跟你一样 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 我也可以变得像你一样优秀吗 不会 那如果 你会 过老死 那我先去死了 过来 把这边这边这边 全部做成电子档 什么时候要啊 明天早上 如果是大力的话 几个小时就能做完 我让你到明天早上 你啊什么啊 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不能让他看不起我 又跟谁置气呢 陆星成 我虽然不是他有天分 但我不想连努力都睡的 什么啊 他让我整理的稿件 行吧 打自我擅长 我帮你打 你去休息休息 不行 他虽然人不怎么样 但让我整理的东西还不错 我就算运货得福了 我是怕你还没实现设计师的梦想 就先升天了 我 不行 我要撑下去 早 早 好 来 没问题一定严肃处理 对对 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失职 我们的失职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谈联系啊 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我们保持联络 童小悠 你干的好事 我又怎么了 这些稿子是你审的吗 是啊 这些稿子涉嫌抄袭 你没看出来吧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广告客户给我的稿子 我们这审稿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好了 现在复印了一半 如果停业 你知道损失多大吗 现在社长都知道这个事情吗 社长都知道了 阿林匹克 你自求豆腐